之前他就已经做出这个假花花机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以一个国小老师的观点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未来制造的时代的资讯教育 我们需要怎样培养的小朋友 掌声欢迎邱文正邱老师 谢谢 好 大家好 有看卡通的 我们国小的嘛 Slogan一定要跟卡通有关系 这个是巨人的晋级 那我把它改编成Squitch的晋级 那Squitch刚刚各位都听过 它的这个用途 那我们呢 可以把它跟硬体做结合 那至于那个技术的部分 我就不讲 因为刚刚很多人都讲过了 那等一下呢 因为我从花莲来也只有15分钟 所以要看影片的 给它里面所有要介绍到影片的 请自行上YouTube找我的名字 那通讯都玩YouTube 我的Facebook都在上面 那就各位自己来 那我讲学生的部分的重点就好 我从两年前开始在学校上Squitch跟Aduino的结合 然后同时也玩MekiMeki还有WeDo 那在我们学校 我们是花莲县第一所 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所 有在玩Squitch加Aduino 还有加其他开放式印度的学校 那小朋友 看这张图 我们都知道国小中年级 中高年级的自然课就教过 什么东西会打电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辈子 有没有用过这样的姿势 好像没有 可是我们在真正上课的时候 这两个小朋友 他手上拿的是后纸板 外面包铝箔子 然后接到Aduino上面 那两个刀子悟碰的时候 就会发出咻咻咻的声音 这两把倚天剑跟独龙刀是全国唯一可以带到学校的修器 所以呢 因为很简单 就没有额外的什么感测器啊 什么电子电路都不用 但是呢就透过这两把接到电脑里面去 接到Aduino里面去之后 他们可以玩出很丰富的运用 那在右手边那一边是用人体感测 那右下角那个图 这个是网路上日本的一个产品 它就是很好玩的一个产品 各位可以在网路上搜寻一下 好 那玩Squitch Aduino呢 除了小朋友可以做一些趣味的艺术的 的创作音乐的创作之外 那刚刚那个大学的同学 新装的有讲到寄电器 我也是新装的 我被骗去花莲 好 那 呃 寄电器这个东西 可以把我们的小讯号跟 跟试电 做一个连结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用Aduino 就可以控制试电 所以在这里面 你要把它拿来控制 你家的家电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只要给一个讯号 你家的电风扇就会开 红外线有人经过 冷气就开之类的 或者是灯光 按了我就开电灯 这个在 在我们玩这个 蜗曲跟Aduino的时候 这个非常的简单 超级简单 那你可能 从来不会想像以前我读电子科 后来毕业之后 我曾经在一家电子公司做事 然后那时候呢 你要做出这样的自动控制的东西 你要会写组合语言 或者甚至新语言 然后还会电子电路 有这样的背景 你才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 可是现在国小三年级 只要会动滑鼠 会把那个蜗曲的指定 拉过去组成一个城市 它就做得出来 好 那所以 蜗曲真的是 有了蜗曲之后 世界变得不一样 加上这几年开放式的硬体 的发展 好 那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应用 那各位可以看到 照片上看到是水果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水果讲话 没有对不对 如果你家在卖水果 隔壁也在卖水果 你家的水果会讲话 隔壁家水果不会讲话 我相信隔壁一定很快就倒电 那你会因为这个会讲话的水果呢 很快就买了好几栋房子 那我们把它呢 小朋友把它设计拿来 教那个低年级任吃水果 那所以他去摸那个苹果的时候 然后就会小朋友自己录音 就会播放说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就会顺便介绍他的维他命的成分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应用 那网路上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MekiMeki 是另外一个开放式硬体 那他网路上有一些 那个叫香蕉乐器 还有那个本能做的音乐艺术的演出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好 都会可以自己上网去看 非常的有趣 那所以这个时代 如果你们的毕业晚会 还在上面唱唱跳跳 那真的是训逼的 那这个是后来呢 我们第一年 把它 刚刚各位有看到 那个铝箔子会导电 所以我把瓦韧板 两片瓦韧板 中间夹了铝箔子 然后再加一点海绵 所以你压下去 它就会 铝箔子会接触 会导电 必用这样的原理 我们做了大型按钮 因为感应器很贵 小朋友 我们学校经费困难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 是自己做的感测器 然后后来做了这个游戏呢 它是天上会掉 是主要是给低年级认识 钱必用的 所以天上会掉钱 一百块二十块 十块五块掉下来 然后你就去踩那个按钮 它是十块 你就要去踩十块 踩到就得分 很好玩 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后来想一想不太对劲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有点像那个乞丐游戏 因为下面再接的是一个玩 好 那 我本身是不喜欢参加比赛 可是 这个是在那个 因为我们花蓮县 从去年开始在推Squatch跟Arduino 所以我们被召集了呢 免为其难的 就说人数不够 来冲冲场面 所以只好带学生去 那这是我们的五星级县长 好 那这个小朋友 我们的那个小朋友 他做了 他用光明电阻 在那个木板 挖洞的木板上 把光明电阻塞进去 那他就变成了一个 非接触式的按钮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把它做成乐器 好 那你另外很好奇啊 他用电子电路 那不用焊接吗 对 答案就是不用焊接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用焊接 因为那一年的暑假 我儿子 带回来那个学校的作品 他们那时候在做那个弹珠台 看到那个钉子 突然想到 就直接把那个零件 用转的 把它转在那个铁钉上面 所以就不用焊接 那不用焊接 国小小朋友就可以教 非常的简单 然后 好 接下来 这个小孩 他本来不是我班上的 不是我们那个社团班上的 那有一天 因为他 他是我教过他电脑课 那他在班上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同学 然后席座也常常教不出来 所以每次经过他们班 就会听到我们很努力的老师讲 那你的习坐呢 那怎么还不高 就是等于那种 我相信每一个班都会有 这种一天到晚被骂的小孩 可是这个小孩 有一天经过我的班上 就看我们在玩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探头进来跟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班 那我就欢迎他进来 那隔天 隔天我们刚好是 我有带来一些杂志 那个杂志 然后他就去翻了一翻之后 他跟我借着你们回家 那可是不可思议的是 两天之后 他自己拿这个东西来学校给我看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空气枪 这个是空气枪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空气枪 因为他的玩具堆里面有这个打气筒 然后他们家是卖水管的 他就自己按照那个MAC上面的图 都没有人教 自己就做了一把空气枪 那个空气枪真的是会发射的 而且威力破坚 当场我就 哇塞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天分 可是我们当老师的 如果你只注意那个国语数学的话 就会埋没他的天分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 像这样的小孩一定会有其他的天分 在我们制造者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动手做一些东西 那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会常常看到小朋友有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拿电钻 高兴的不得了 这个老师也是很敢 不怕说万一钻到手 家长找来找麻烦 所以他们第一次用电钻 包括第一次接那个面包板 用电子电路 然后我们上课的情况 那你看那个中间下面 那个小朋友的眼睛 很明显的他已经进入心流的状态 大脑正在分泌多巴胺 对不对 各位都是老师 我一定要讲一些专有名词 胡理一下 那反正我们平常上国语数学 绝对不可能看到那种眼神 所以我觉得上这个课我很快乐 小朋友也很快乐 然后学习非常的多 那刚刚有讲说 我实在不喜欢比赛 因为从2003年 我在那时候在西宝国小 我们那一年就得了那个 Great Teach 跟 Great Teach 课程组 跟那个Inno School 学校领导组的双雕特优第一名 我一直上台 那下面的人就说 那不是这样的 从那一年开始之后 我就没有再参加过任何比赛 我就休息了 心开休息了 然后可是一直到前两年 开始玩这个之后 这课程的确是一个非常棒的课程 可是呢 它虽然很便宜 比起那个机器人教育 一套要两三万 那我们这个呢 可能两三千 就全部可以 一套就可以搞定 那可是呢 还是需要经费 还是需要经费 那借着比赛这件事情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 而且呢 小朋友去比赛的现场 到处跑 到处去观摩别人的作品 去玩别人的作品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那县长其实看到我们的东西之后 他也很高兴 然后他又跟教育处说 以后啊 这个Aduino的课 如果有人提出申请 提出需求 通通照准 好 可是 不好意思讲教育处的坏话 我问 直接就打电话问教育处 教育处说 他问我急 然后这个是去那个Maker 去年的Maker展览大会 去那边展览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 有时候其实 我的成长经历 我的过程 我不是师师班 我不是那个师专上来的 所以我是外面到很大一圈 才进教育界 那我们有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是 包括去第一个学校 遇到无数次的土石流 用命去跟他拼 那时候是代科老师 然后第一次去家庭访问 就没有访问到 因为那个学生家里着火 我们都去救火 拿脸本去救火这样 然后我在学校间的工作呢 也都是兼两个以上的工作 那不管做什么都一定有兼王館 然后当教育主任的时候 还兼人士 然后反正都是两个以上的工作 那不管怎么说 虽然非常的忙 但是今天上这种课的时候 我们是当义工 虽然是上这种课 就算没有终点费 但是其实看到刚刚那小朋友的眼神 你这会非常的爽 即使你很累 你看半夜还在焊接那个鱷鱼夹线 好 那其实有 其实我本来有准备很多影片 最后来播一小段 这一段各位看过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 就用这个来当做我的结束 等一下看 我们最后再来看 所以教育其实是有一些方法 如果你的设施很新奇很有趣的话 学习自然会发生 那这个东西跟我刚刚那个影片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我回到上一个地方 好 这个东西叫做钢琴 这个在网路上你要查的话 可以查那个 有趣味一路 它是福师拍的一路广告 那这个本来是 它是一个 一个搭捷运的地下的楼梯 我们去搭火车搭捷运 一定会习惯走电梯 对不对 那可是呢 他就为了鼓励运动 他把左边的楼梯 把它改成大钢琴 然后右边呢 还是电梯 然后他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人都会好奇嘛 那好奇之后就会开始走左边 然后走左边之后 就很好玩 好 就会开始去走楼梯运动 走楼梯运动 好 然后所以那个电梯 你注意看 电梯那边都没有人搭 好 那 各位有兴趣 往路上看 我的时间实在是不够 好 好 那回到刚刚的警报 好 所以像这样的设施 如果 好像这样的设施 其实如果说 在你们学校会有的话 好 如果你们学校有这样的设施 其实当初 欸 我不会认无限谱 那我现在很埋怨 当初学校 为什么没有 教Squatch Aquino 这种东西 好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会把学校楼梯 改成那样子 那我今天一定是一个音乐很棒的人 好 所以设施有趣的话 学习就会自然发生 然后呢 我们都在教小朋友 我们是教育工作者 那教小朋友这些东西 常常被问到一句话 学这个以后要干什么 好 那其实我们教育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让他融入生活 融入他的工作 融入教育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真的是非常的棒 然后最后就是 你要做教育要有成本 现在马哥执政 美矿绿色 所以我们要找最经济的方案 才有可能成功 对不对 好 所以那个机器人教育 你看推动那么久 就是推不动 因为一套就两三万 但是我们这个呢 板子 那个Aduro的板子 山寨板的一片只要320 那你的感测器一个100多块 你不想用感测器自己去电子 才要买一个才有几块钱的能力 所以如果用S4A加上开放式硬体 你的梦想其实很容易可以达成 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发挥想象力 那今天非常感谢校长有交代 因为今天特别给我公家 礼拜五那一场没有给我公家 谢谢校长帮我从图里面挖出来 不然我已经要躺在棺材里面很久了 然后呢 长玉基金会 他真的赞助我们学校这些所有的设备 非常的感谢 然后惠美老师、志丁老师 不断的在推动这个Maker的教育 那S4A社群 各位如果刚刚要我的简报 我都丢在Facebook的S4A社群里面 那你可以到那边去找 然后欧萨克是今天所有的 伴侣活动的这个负责的单位 自由完毕协会非常感谢 那我还感谢自己 我的热情还没有熄灭 那最后我要感谢大家 这种时间 午休昏迷的时间 还来这里听我乱讲话 还是很努力在座位上掌声鼓励 好,谢谢 我们谢谢邱老师 谢谢邱老师 谢谢邱老师 谢谢邱老师